在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MA63 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 那一直是这些年来 东马力争恢复旅行的契约 509大选之后 东马特别是沙拉越 一直要中央政府恢复沙巴 还有沙拉越邦的地位 还有主权 但过去三任首相 虽然口头做出了承诺 但之后都没有下文 来到今天 首相安华在主持了 1963年马来西亚立国契约 行动理事会会议之后 还只是强调 联邦政府会信守承诺 尊重和全面落实 跟沙巴沙拉越签署的 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MA63 那安华表示 沙巴和沙拉越 要从州正名为邦的这个课题呢 涉及联邦宪法还有边界 因此呢 有必要先征询 马来统治者的这个意见 才带到内阁考虑 马大夫教授阿旺阿兹曼 在接受八点最热报访问的时候 就表示 安华部贸贸然做这个决定 其实很聪明 因为东马证明的课题 要考量的因素有很多 当中也涉及到联邦宪法和王室 因此 他必须确保这个政治举动 照顾到方方面面 不过安华今天 也为东马捎来了几项好消息 首先 财政部批准了总额10亿令吉的拨款 一边开始动工提升沙巴 还有沙拉越边境的海关 移民 简易 还有安全大厦基础 基础的设施工程 中央政府呢 也将会把沙拉越政府 每一年的这个特别拨款 增加到3亿令吉 另外 安华也宣布 委任沙拉越财政司 旺利佐兹曼 为内陆税收局的董事 急遇起生效 那他还宣布 所有州属的公务员花红呢 将会豁免征税 首先安华今天出席1963年 马来西亚立国契约行动理事会 会议之后宣布 联邦政府同意 根据联邦宪法第112D条款 将每年需要给予沙拉越的特别拨款 增至3亿令吉 他表示 之前每年的拨款 只有1600万令吉 真的太少了 至于会不会 恢复沙巴沙拉越邦的地位 安华表示 沙巴沙拉越和马来半岛 是三个实体 只是称呼上的改变 必须请示过马来王室 之后再带到国会讨论 但他强调 最重要的是 现在三地之间的情况 不会改变 而称呼的改变 也不会影响沙巴沙拉越 和马来半岛的实际情况 对于安华今天的几项宣布 马大副教授阿旺阿兹曼认为 整体而言他显示安华的诚意 而现在不冒冒然确定 沙巴沙拉越邦的地位 是因为当中 可能涉及财务管理 各州拨款 和地缘政治的因素 此外也必须先请示援手 因此必须谨慎请示 但他认为 从增加拨款额度 和委任沙拉越的财政司 进入内陆税收局的董事部 这些一直以来 都是东马提出的要求 这能确保联邦政府的收入 能公平分配到 沙巴沙拉越 而这几个措施 都能增进东马 和联邦政府之间的 信任和关系 而这本身平分配到 这本身平分配到 在沙巴沙拉越 由于沙拉越 因为它们不信任 利用的信任 信任和歌住 自若做云 所以这一切 其之后 hubungan Sabah-Sarawak dengan Kerajaan Persekutuan saya kira hubungan ini akan diperkukuhkan lagi dalam tempoh 5 hingga 6 bulan lagi untuk memastikan segala pemasaran tersebut dapat diselesaikan melalui saluran, mesyuarat, dialog dan pencerahan saya kira inilah sebenarnya dimahukan oleh rakyat Sarawak selamat menikmati